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王金账了 现在今天8月6号已经是每盎司 2060 好 那我们 紧约法拉盛很出名的金币收藏街 你别笑啊 认真一点好不好 这个也是40des几号啊 4140 盛点鱼弹的老板高先生 他也是收藏了金币很多年了 所以就是高先生你现在对这个金市的走向 你觉得怎么样还会涨呢 应该高盛公司估价是到2600 有的公司更高3000 可能会按我的看法应该会涨到2022年 2022年 可能应该是这样 可能2023年可能会下步 我不这样子认为 如果你现在太高了就知道 没有太高 因为现在下去肯定金账会涨到这么高 你觉得会涨到多少 应该是2600 你个人认为是ok 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这是高先生自己的立场 我们要保持中立 我自己从来不评估这个市场的走向 这是高先生个人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认为高 有钱的话就收藏 对有钱看能力 那这个是5盎司还是10盎司 5盎司 5盎司 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的业务就是我们是保持中立 我们就是trading 我们是一个贸易 就是买卖黄金的 反正多少钱我们是已经做了18年了 要认了哪怕黄金1000块1盎司 或者昨天Lia就问我 如果黄金价占到1万块我们收不收 占到2万块我们也收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一个中间商 因为我们背后有更大的商 在反正有多少黄金都有人收购的 哪怕占到多少我们都是保持收的 好感谢高先生ok 哇谢谢大家有富豪的 赶快现在买黄金 你不要这样讲买卖 我们是买卖 我们是买卖黄金 所以买卖黄金就来找我 买卖黄金就来找我 你别别讲这个中立 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 我们这里有点乱 保持中立 ok 我们的业务是高届收购 我的电话是9178811647 地址是135311 罗斯福大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以上不代表本台的立场啊 只是高先生的立场 好可憐的立场